演習登陸南海 解放軍嚇東盟 有主權爭議的南海島嶼一直是東盟多國的爭奪目標 日本朝日新聞引述廣州軍區消息說 中國早在去年年初已經制定一套登陸南海島嶼的作戰計劃 還舉行過多次大規模軍演 計劃主要是利用空軍和海軍的航空部隊突襲軍港 攻擊海灣設施和艦隊 務求在一小時內瓦解對方的戰鬥力 然後登陸島嶼 同時解放軍還會出動北海和南海艦隊 阻止美國航空母艦介入 消息說制定登陸計劃不代表中國想軍事侵略南沙群島 只是想向其他國家展示實力 有利談判時向對方施壓 南海島嶼由南沙、東沙、西沙和中沙群島組成 除了有豐富魚類 還有超過2000億桶石油和天然氣資源 所以中國、菲律賓、文萊、馬來西亞、印尼和台灣 都聲稱擁有主權 開通話 中沙群 成明 野橋